亲爱的朋友 您好 我是百合 感谢您的关注 今天要分享的文章是 解决问题最高明的方法 就两个字 一起来听 人生在世 总免不了会与人发生摩擦 与别人意见相做时 要站在别人的位置上看待思考问题 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换位可化干戈为玉波 解决世间一切矛盾 在《盲人的故事》中 盲人摸象里 有人摸着象脚 说象的身体像树干 有人摸着象鼻 说象的身体像水管 有人摸着象牙 说象的身体像玉一样润泽 谁都没有错 只是以偏概全而已 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 位置不同 层次不一 所看 所想都会产生偏差 这时 就算用再有力的说辞 也难以推翻别人的眼见为实和经验判断 世间很多矛盾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解决矛盾最高明的方法就两个字 换位 换位是解决矛盾最高明的方法 鲁迅说过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森林里住着对互相看不惯的冤家 燕子和蝙蝠 原因是 燕子觉得日出代表早晨 日落则意味着傍晚 蝙蝠却认为 太阳落山后 美好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总之 两人都觉得对方才是错的 有回 他们又为此争论不休 险些就要打起来 路过的猫头鹰忍不住插了一句嘴 你俩生活作息完全相反 怎么可能得出一样的观点呢 人与人之间往往存在着 出身 年龄 身份 经历等差异 很多偏见与隔阂的产生 往往都是源于我们站错了地方 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别人 就很容易瞧对方各种伯顺眼 所以我们总说 世上没有所谓的感同身受 站在自己的立场 看到的只是片面 站在自己的角度 往往无法解决矛盾 人若总想着改变别人 不懂得反思自己 只会加剧现存的问题 恶化彼此矛盾 佛家讲 改变自己就是佛 改变别人就是魔 凡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更容易解决问题 换位思考 也是自我反思的过程 由此 即使考虑他人 也是解脱自己 换位思考 是情商与智商的融合 站到别人的位置上 去理解对方的立场与局限 医院里 年轻的护士 给教授连着扎了好几次针 看到教授手臂上的大片淤青 他急得一身汗 可还是找不对血管 教授本来有点生气 但还是轻声地告诉他 没关系 因为他突然回忆起 刚参加工作那年 那个手足无措的自己 马路上 一个罪汉 冲撞到了一对散步的父子 儿子刚想斥责 老人轻轻地拉住了他的衣袖 他想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 也曾这样借酒消愁过 就像沐昕先生在诗里写的 不知原谅什么 成绝世事皆可原谅 真正成熟的人 看谁都顺眼 因为他们知道 人人都有难处 放过他人 也是善待自己 那些真正聪明的人 总能第一时间 找到矛盾的根源 那些拥有高情商的人 总善于洞察人性 把一切化繁为简 换位是情商与智商的融合 能让人生顺风顺水 换位思考更容易双拥 曾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夜深人静 一瞎子点着灯 等丈夫回家 丈夫到家后 很疑惑 你又看不见为何点灯 瞎子说 因为我看不见 才给你点的灯 你的伤害没好 别再磕着碰着了 瞎子点灯 虽然照不亮自己的世界 但却温暖了一段关系 生活很复杂 在看不到的地方 多的是我们不知道的事 有些笑容背后 是难以想象的苦 有些张扬背后 是不为人知的伤 内心成熟的人 从不戴有色眼镜看人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世上缺的 不是目光如炬的人 而是从不轻易 做判断的善良 生命是一场回音 成全他人 也就是成全自我 人心相互 懂得换位思考 更容易双赢 善待生活 生活自会 以善回馈 谭经里写道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人这一生 就是一个不断见天地 见众生 见自己的过程 一个人经历的越多 内心就越通透 就越懂得包容 和接纳别人 有句话说得好 倘若有一天 那些曾经看不惯的人或事 开始变得云淡风轻 不用怀疑 那是因为 你自己正在走向成熟 对 你自己正在走向成熟 那是用选择的越多 你自己正在走向成熟